不经不过第二轮又在几天之内完结了 日休的时候是日休 晚上的时候就是欧国杯 相信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吧? 这一轮多只高手过招 相信都看得大家非常过瘾 德国和西班牙在这一轮继续保持强势 普通亚和荷兰感觉上都开始上力 但唯独英格兰持续低沉 到底这一轮发生了什么事?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看看 Let's go Rock and Roll 你来的刀挂 这个是超级大傻子 老土的四个字都忍不住说不出 哎波是完的 没法 Here we go 首先我们来到A组 看看德国对匈牙利的比赛 对于这场比赛的观后感 我首先要跟拿高市民说句话 你不要再是这样了 如果你再是这样的话 你叫你的前辈 修夫基和马天尼斯 顏面破旋呢? 德国队在第二轮的表现继续可忍 而且他好像都突破了我们一些固有的印象 过去国际赛和球会赛事最大的分别 就是球员间的默契和配合 好像国家队永远都会因为训练时数不足 磨合未能完成 结果无法做到球会的水平 往往在比赛中都是个人质素大于战术作用 但今年的德国已经完全能够发挥到拿高市民的战术 拿高市民的认真令德国队成功做到1加1大于2的效果 对匈牙利的比赛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细节能够显露到彼此的默契 当卓奥斯堕后去到中坚做球的时候 鲁迪加能够推进 当今美智上前的时候 大家都很有意识地让出边路 跟杜检的务实和对足球的理解 释放到祸斯和梅斯瓦娜的自由度 他们的进攻基本上已经具备相当的层次 而梅斯瓦娜先开记录的入球 亦都令他成为了欧国杯历史中第五年轻 能够在一届赛事中攻入两球的球员 但当然德国队都不是无敌的存赛 其实这场球匈牙利的发挥亦相当不错 今场匈牙利带给德国的考验 比起欠莫战士苏格兰大得多 尤其是今场比赛 我终于能看到德国队应付防守反击的问题 匈牙利今场其实能够把握到德国队压上的空间 效力班尼茅夫的左翼能够创造几次机会 只不过是匈牙利继续做大浪费 六次机会只是把握到一次 加上追评保方记录 第17次代表德国队在欧国杯出场的柳牙 发挥神用之下 匈牙利未能破弹实属不幸 而最后德国2比0获胜 而匈牙利在这场比赛之后 要进身下一轮比赛 恐怕相当渺亡 至于另一场比赛 苏格兰对上瑞士 苏格兰在经历过惨痛的教训之后 在这场比赛终于能够发挥到正常水平 比赛初段就能够把握到机会反击推进 最终麦托文尼的射球 略大幸运地散中同属荆超的紐卡素后卫 苏牙之后入网成功帮苏格兰开齋 但另一边箱同样有一个人要证明自己 没错 这个人就是沙基利 他把握到和斯顿大意回传的半个机会 眼尾一勺之后马上果断起脚 这个射门绝对是他个人质素的表现 在第一场比赛已经得到3分的他们 轻装上阵下并没有给太大压力苏格兰 但即使是放慢节奏下仍然能够收获2次炸糊 你都大概可以猜到双方质素的差距 最后和气收场 苏格兰都叫做勉强维持着出线的希望 A组 德国和瑞士基本上已经锁定出线 而其余两队就要看看其他组别的形势 B 组 接着来到B 组 我们也迎来了西班牙主教练 应用为European Classical 的欧洲打比 意大利对西班牙 而我认为这场比赛 可以说是今届赛事中暂时水准最接近和最高的比赛 挂名的新一代西班牙对着新一代意大利 但他们其实都是保持着原本的传统和防守DNA 而承接着上场大胜克罗地亚决心的抗偶 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充满侵略性 上场表现沉着的维高威廉士 从比赛开始已经为迪罗伦素带来烦恼 西班牙控制比赛的节奏也就是这样敲起 这场比赛当中我们好像见到过去的西班牙一样 甚至乎我认为这支西班牙比过去更加立体和月幕 拥有帕迪·雷斯·威廉斯·亚马 令他们不用再单靠全球组织攻势 这场比赛西班牙就已经尝试了29次过瘾 这个数字比起22年世界杯和20年欧国杯 任何一场西班牙的比赛都更加之多 而在这班小巨人的穿花蝴蝶底下 再加上莫拉达的高度和头锤提供的元素下 如果不是意大利防守的抵运和DNA和马发挥出色的话 或者比赛早在上半场就已经结束 上半场西班牙的数据高达61%控球率 9次射门4次射中3次黄金机会 至于意大利在临完半场前先有一技射门 由此可见双方在上半场发挥的差距 但按道理来说 意大利不应该被压成这样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主要在叠对叠的较量当中 抗牛新星帕迪赢了意大利的大佬佐真奴 今年意大利在没了华拉提和劳卡迪利之后 基本上史巴利提将全部组织的重任都落在佐真奴身上 但今天这位阿仙奴中场可以说是比巴塞新星搞到头昏老将 在比赛开始两分钟两个人的直接对决当中 帕迪就已经成功摆脱了佐真奴投悬攻门 而这个只是佐真奴噩梦的开始 帕迪多次出现在后防线和中场线之间 令佐真奴往往不能够忽视他 同时亦都因此而失去了原本应该抄折的防守路径 而西班牙亦都因此能够轻松进入腹地 每次佐真奴控球时当角色调换 帕迪都总是像调虚鬼一样跟着他 结果这位堕后的组织核心就是彻底废了 而在面对西班牙高速的压迫下 意大利亦因此无法控制节奏 只能靠着边路的突破和长传进攻去维持控球 但基艾沙不是基利亚 史卡玛卡都不是奥斯文 巴利拉已经很努力上前支援 但默契和配合的问题等等出现下 结果往往就出现了时间差 人前球后等的情况 而小海的不差就已经足以西班牙收回球权 最终斯巴利提只能迫于无奈 换上踢法更加硬朗的基斯坚迪去限制拍敌 藉此维持着球队的防守结构 而意大利在下半场防守的确稳固起来 可惜最后一记连环不幸的乌龙波 也决定了这场高手过招的比赛胜负 这场比赛也可以算得上优胜劣败 至于第二场比赛 赫罗地亚对阿尔巴尼亚 这场巴尔钢半岛打比就直接得多了 欧洲火约夫内战未开球之前 他们首先集中火力攻击赛尔维亚 如果你们有看过摩迪那集 大概你们都会明白 为什么这两个国家会这么讨厌赛尔维亚人 而在这场比赛中 一直在场外高呼要杀死赛尔维亚人 搞到惹爆的赛尔维亚威胁要退赛 但足球本来就是政治的一部分 你们永远没办法去掩盖历史 无论如何我们回到这场比赛 场外好朋友 场外打得比 这场可以说是今届欧国杯第一场生死大战 但阿尔巴尼亚的敌意明显比赛罗地亚高 当格仔兵团仍然打算以日代劳的时候 杀意正龙的阿尔巴尼亚就攻其不避 在继对意大利之后再次阻断入球 成功杀了克罗地亚一个措手不及 但这还没有刺激起格仔兵团马上回击 克罗地亚就像一辆踏不着的车一样 一直挨打直至阿尔巴尼亚结束防风暴雨半的进攻 直到这一刻克罗地亚才慢慢成功发动在引擎 而下半场也回归到我们预期的场景 克罗地亚的空球也开始发挥作用 而因为阿尔巴尼亚将防线收窄 克罗地亚只能够选择凶杂对手的防线施压 只是你们都知道克罗地亚的把握力确实一言难尽 相信假如在后备席的文素基只能够上场的话 大概他都可以来一个武智器法 可惜怎么说都好时间没办法倒退 幸好的是精神还能够长存 他们凭着毅力、经验和运气 先凭着33岁的卡马力追成平手 然后32岁的布迪米亚迫到对方失误 全中队友马上起脚成功组成最不幸的乌龙球 几经辛苦之下 克罗地亚终于能够再次反先对手 而当时相信克罗地亚球员都以为大局已定 尤其是半场换入21岁的劳卡苏智 当你看到他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偷懒不回房的时候 你都知道他的心态好像都有一些坐顶粒 而这个错误最终也要付出代价 阿尔巴尼亚在最后一击成功长得1分 年轻人亦因此付出了一个重大的教训 甚至乎可能已经赔上了摩迪的最后支舞 和这个夏天的努力 最后望到39岁的摩迪仍然希望撑起球队 但结果中场推进的时候被拦腰折劫 这一幕都难免欠得有点悲壮 但我们当然都要给予阿尔巴尼亚充足的肯定 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曾经克罗地亚的精神 而最后一轮这两队必须要增胜才能维持出线机会 又来到了一个星期一度的片英格兰环节 刚刚提到德国队所有部件都非常融洽 而他们的相反正正是撞到塌塌陷的英格兰 上星期我总算明他们在做些什么 但这个星期还要比上星期产生了更多问题 英格兰对丹麦的比赛我以为自己在看上季的曼联 你说他要逼抢吗?没有任何强盗 只是形式上的逼抢 你说要控球?他们缺乏镇定和抗压 你说要他们打反击 但又没有人向前支援 这种感觉就好像在看国产007里面 文西在介绍他的《拿你命3000》一样 看起来什么都有 但其实什么都没有 放心吧 这届赛事完结之前他死不去的 我在这篇里面也不介意详述 因为我相信可以抽出来说的 就让我们集中回到比赛里面 当你看到这么多天才还日的球员不能发挥所长 其实对于一个球迷来说是一种折磨 开始比赛的时候一切都正正上上 虽然入球的机会都是来自对手的遥控器无电 然后被卡尔华加偷走球创造机会 但起码球队的进攻好像也有些适度的配合 只是攻入了一球之后 比赛又开始失控了 我明白球员有时是需要审视到势 但不应该是比赛30分钟之后就开始 丹麦在中场太过轻易能够控住球 而收夫基在赛后解释失去中场的原因 就推说是因为球队没办法找到菲立斯和圭达成的替代品 我大概明白他的意思是什么 但这样的话 不是更加代表着阿劳不是适合的替代品吗 根本阿劳和上述两位踢法大为不同 阿劳在跑动、折击、护球、经验上 都和在沙场打棍多年的两位前辈不同层次 看着这位赛华阳逸的右后位打中场是一种折磨 看数据的话 他资而且确创造了六次的机会 但在武控球的时候 他的患得患失也是肉眼可见的 你都可以看到年轻的英格兰都略显幼乱 在球会中这班超级球星何时有失势过 而每个人都想要肩负起责任的时候 这就是个问题了 霍顿的才华无用置疑 单骑直进也确实精彩 但在最关键的时候永远都做错决定 比林涵和简尼都习惯在同位置活动下表现也继续挣扎 两个人无法找到默契 而下半场收呼机的调动同样令人摸不着头脑 当中场失势的时候 没有打算去转收围攻 较到英格兰好像是一队护球队一样 宁愿选择防守力较强的加拉加尔 不是推进和用波能力较强的明耐和和顿 当车路士中场拿到王牌之后 他想要得到的效果基本上已经不存在 下半场连续换入三个人以为很大变化 但为何他会选择踢法架为组织型的艾斯 而不是直接能够单挑杂位的哥顿呢? 为何比林涵还能够留在场上? 是否真的为了拼拨那个所谓的true time? 欧连四强 安拆落提见到比林涵不在状态 都宁愿抽气这位英格人中场换入巴谦迪阿斯 而收夫基的后备席中央 拥有英超最佳年轻球员 但他就选择按兵不动、守株待兔 老实说我真的看不明白他在做什么 而在这场比赛正面的 或者就真的正如卡尔获加所说 他们仍然位居榜首 但积极的地方和进步 我就真的不太看到了 晋级资格基本上就没问题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走线 但如果他们真的要走得更远的话 抉择的时间到了 他们事前演练的一套 没可能再执行下去 接着是应该回归防守反击的主调 收起霍顿 还是起用彭马、明耐、和顿主张控球 材料都集齐了 还有最后一场让你去试阵 尽管看看文西的路想如何走 哎死了 前面那段好像太长了 接着就轻松地带过 塞尔维亚和斯诺文尼亚 上场抢得一分的情况下 看起来较弱的斯诺文尼亚 为免夜长梦多 今场比赛决定去兵行险着率先进攻 本来这场比赛不容有失的塞尔维亚 反而好像上场一样 上半场失去主动 而他们不去参与中场争斗的其中一个原因 或者是因为他相信 泰迪和米特罗维的联系 能够在防守反击的时候更容易取得入球 而这个战术决定基本上都没错到 只是前腹咸神风将所有机会一一糟塔 反之斯诺文尼亚经过不懈的努力之后 靠着立体的攻势伏兵门前射入 而米特罗维在几分钟之后也证实了 今天不是他的一日 而塞尔维亚在落后之后反撲的组织 大概你都明白为何他们不采取主动 但比赛最后时刻果然都是要靠死扣 组维的头锤硬生生地把三分 从斯诺文尼亚的口袋中抢回来 塞尔维亚的兴奋和斯诺文尼亚的落直 在这一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没办法啦 下场继续努力 C组形势和第一轮没有变到 英军继续绑守 塞尔维亚继续包尾 来到了D组大概是相对比较平静的一组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拉利卡轻轻招手就令波兰作别德国的云彩 两支首轮比赛紧败给对手的球队对碰 奥地利在上半场表现略为称先 只是他们缺乏对比赛的控制 而拉利卡的调动也成为了这场比赛的关键 在下半场换入维马之后成功扭转局面 而同时他亦都成功证明了自己在曼联的失败并不是他的错 在他的改革下近年来奥地利已经从保守务实的风格 变成先法制营的进攻足球 而今场比赛亦都证明了他们努力的成果 35 岁的奥地利·伊班·艾拿·杜域 作为队长在前线担杆起了关键的作用 射入智星12码 杀死比赛 另一边上的超级射手里云道夫斯基 60分钟落场 虽然都有一些不错的串裂 但就没有任何机会落在超级射手身上 最终他们以3比1落败的情况下 他们亦都成为了欧国杯第一支出局的球队 至于法国对荷兰的比赛 可以说是跟预期中一样的沉悶 双方球员表现都未至于过于活跃 始终他们都有3分在手 只要多1分基本上都能锁定出线 但这场比赛有几个特定的场景都可以说下 例如 为什么拉比奥特要单刀完全呢? 但说这个机会之前 先赞一下杜林后竞汤村确实是瞄绝 不过这季后竞唯一的下次 就成为拉比奥特被人耻笑的原因 原因正正是因为这季后竞的力度不足 结果拉比奥特必须要斜身做好修正 假如你有踢过球你都知道 当个人向前 但球远都留不到自己身前的紧急情况下 其实要调整是存在着一定的难度 而结果拉比奥特未能够处理好这个情况 将球拖顺完全控制 最终球控得有少少偏异的情况下 他看到旁边的基沙文就匆匆地传球 而刚好这个传球又是传在基沙文身后 而且距离那么近的情况下 基沙文都无法接应 最终这几单都完全就是这样 失败了 而在直播室的朗尼 连尼加和舒利亚 这些英格硬的一代射手 同时都在盖探 拉比奥特 真是没有射门的本能 大概你会明白 这个就是前锋和中场的分别 门前触角和饥饿感 是预生俱来的 至于另一个值得谈论的点 自然就是荷兰的炸户 到底这个入球应不应该是有效入球呢 简单来说有四个场景下 可能会触发越围球员 没有点球而判越围的情况 首先是出脚影响对手判断 第二是阻挡对手视线 第三是有动机去点球 第四是做出明显影响对手的动作 至于西蒙斯射球轨迹运行的时候 邓绯斯有没有去做任何动作 去影响面朗的判断呢 这个就交由你们自己判断了 讲完问题球和一些特定的场景之后 最后讲下一些我对于荷兰战术的观察 到底迪比是否要继续担任中锋呢 再大的题目可能是 无风阵是否适合荷兰呢 迪比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锋 但在这两场比赛 他踢出来就更加像前锋上的支点 朗劳高文这样用他的原因 大概是因为希望凭着他华丽的控球 和稳固的下盘去增加球队的变化 但这位荷兰前锋很明显信心有点过大 背对着沙列巴的时候 就好像过去一季其他的英超前锋一样 被人指压到握得没得正 对乌帕美检劳的时候 算是有点点甜头了 起码在炸壶入球的时候 他能够做到背身摆脱造成射门空间 不过就真的僅此一次 而既然在作用不大的情况下 其实会不会出伟何师直接名刀名枪 去做一些冲撞的工作 然后去释放其他创造型球员会较好呢? 我认为这是朗劳高文需要留意的 同时迪金斯应该都要注意一下 如果在图太赛的时候 麦巴比未能够讲及回复状态的话 到底法国可以如何进攻呢? 迪金斯相信都要花点心思去处理这个问题 双方都各自有问题需要解决 不过又未算是言微之急 最后和气收场 大家收货就好了 这组波兰率先败阵放暑格 其余三队如果没有意外赛果的话 都应该能够晋升下一圈了吧? 经过了抽象的C组 平静的D组之后 我们来到了今届赛事最混乱的E组 在经历过头两场的爆大弹之后 背负国民荣耀的乌克兰 对着斯洛佛克必须要背水一箭 但正当他们想要从比赛开始就出击的时候 拿玻璃的中场劳博卡 就成功把握到他们的心理 将他们玩到头部转 对比乌克兰 斯洛佛克这场球一分都已经足够了 所以在今场斯洛佛克的空球上场做得非常好 相反本身打算狮子破肚的乌克兰 结果就破了一场空 反而因为要长球的情况下 结果多次露出漏洞 幸好的是临危授命取代楼莲的泰斌不辱使命 三番四次永久险球 这才保住了乌克兰的小命 但在一分都不足以出线的情况下 他们要在紧如45分钟面争取两个入球 只有新前路 没有新后新的情况下 下半场他们必须要抢占先机 先有胜算 而在这种觉悟下 他们的表现也判若两人 在下半场一出来 把握着斯洛佛克还未入局 成功抢回主导拳 早段的入球也成为了这场比赛的强心针 比赛是此消彼长的 这个入球决定了比赛的走向 斯洛佛克再镇定也好 他们都不可以像上半场一样 控制着士气正成的乌克兰 最终门将杜巴卡的叔 耶林卓吉津 造就了乌克兰的绝地逃生 乌克兰成功用漂亮的45分钟 打出翻身仗 至于另一边上 证明自己的还有劳卡古 不是…应该是比利斯 在经历过上场的劳卡古闹剧后 比利斯急需要入球去为球员建立信心 而今次转做支点的劳卡古 终于教导作用了 他们不是浪费了很多时间 就由世界球专家泰利文斯先开记录 而罗马尼亚今场比赛也维持着他们的防守 今场他们的防守 其实不让上场对乌克兰差 但他们守得到乌克兰不代表他们守得到比利斯 乌克兰并不具备比利斯的质素 单是劳卡古这辆坦克车 憑着敦位就已经足够粗暴地摧毁他们的防守结构 除此之外 比利斯在今场比赛 偷走走位型的托沙 用突破型的巴基奥出任正选 也释放了杜古回到左路位置 在两边侧翼都能跑起来的时候 他们的进攻简直就是暴力美呵 而迪布尼在集邪棋子之后 也证明了为什么他是世界第一进攻中场 又一阁属于迪布尼的master class 他的直线点燃了前面三位的速度 对劳卡古的助攻、反击时的处理 全部都已经显露出这位进攻中场的组织能力 在进攻中场这个位置 迪布尼可能已经自成一格了 而当他见到队友不争气的时候 最后他也亲自操刀射入 结果成功收下了比利斯在欧国杯的第一个三分 在经历过两轮的分组赛下 四队同得三分 到底最后的结局会不会是四队同分呢 最后一轮就让我们继续观察事态发展吧 最后来到了F组 这次赛事当中世界排名最低的格鲁吉亚 继上次对土耳其之后再次为我们带来惊喜 我不是开玩笑 看格鲁吉亚比赛其实真的挺有趣 正正是因为他们没有包袱 所以才是最疯狂 他们总是能够好好地令到进攻球员能够发挥才华 这场他们是受到眷顾的一对 成功凭着对手手球12码先开记录 但他们获得眷顾也代表着 捷克又一次经历不幸了 除了输了一个不应该输的12码之外 他们在上半场在禁区里面起了9次 与其入球高达1.7球 但结果一球都进不到 他们跟格鲁吉亚的起脚次数 差距高达11球 而在欧国杯历史当中 只有14场比赛差距更加之大 可见捷克在这届赛事到底有多么不幸 幸好的是他们的王牌射手舒希克 帮他们打破诅咒 不是的话再输球就真的无语问仓 但打破诅咒之后 不知是否因为逆了天命结果就这样相出 而在临完场前 差点他们就真的屈死了 幸好的是格鲁吉亚最后的单刀绝杀失败 不然捷克可能在这届赛事 就真的要狠狠而中了 至于另一场土耳其对葡萄牙 首先我必须要收回一条片 开头将马天尼斯和收夫基相提并论的言论 这位曾经带领维根奪得足重杯的教练 他起码能察觉到球队的问题和修正 在这场比赛中 他成功修正在禁区里面 除了施朗之外缺乏接应点 中场欠难折力 边路易柜不敢压前等问题 他果断地抛弃了对峙克什的假大空战术 重新用回球员惯用的4-2-3-1阵式 而在斯朗拿道的掩护下 Buno回归了10何位 除了能够利用他的后想能力 他的存在也释放了斯华的突破和创造力 而在英超难接王帕莲娜留守中场下 文迪斯从左中坚回归到熟悉的左闸位置 也释放了他的助攻能力 这场比赛的第一个入球 正正是他们纠正完第一场比赛后的结果 当利奥空球的时候 文迪斯underlap助攻撒落第一线 禁区里面有3个接应点下 成功cut in 给巴拿道斯华入球 这个入球比上两场的幸运入球 纯畅得多 但是8分钟之后 佳顿还要越帮越望 今次就真是摧毁了土耳其的採前部署了 看到这个搞笑的乌龙波 我只想问一句 你小时候教练没有教你 不要向龙门的方向回传吗? 而且在后场 是不是真的有必要这么瀟灑地用no look pass比赛呢? 结果门将被暗算的情况下 这个入球也令下半场成为葡萄牙的训练时间 正如上场所说 斯朗拿到是一个巨大的目标 今次马天尼斯终于能有效地利用他 当身旁有人帮他转腰和支援下 斯朗也显得不再是独力难支 而对Buno的助攻 一方面可以看到他的巫师 第二方面可以看到他反越位的触角 而在这里也恭喜斯朗拿到成为了欧国杯的历史助攻王 葡萄牙在收获了这场胜仗之后 也率先晋身淘汰赛 土耳其紧除其后 至于第三只花洛瑞甲 就要看看格鲁基亚和捷克的表现 可惡啊!都是不够快 本来打算在今天12点出的片 但结果都是失败了 我现在说话的时候是7点42分 希望9点的时候我见到你们 不过比赛每天出片 都算是可以接受 言归正传 在强队开始不再玩玩的情况下 这一轮已经没有那么多爆烂的赛果 但因为第三名都能够出线的情况下 感觉上一早已经得到3分的强队 好像都有一些辣着辣着弹球手 而这也影响到比赛上的观赏性 但约旅之间的伸死战 也带来了另类的刺激 这个赛制都算是可圈可点 比赛逐渐进入八热化阶段 相信紧接下来将会越来越精彩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段影片的话 可以披披支持一下 不是都希望你like share comment 订阅我的youtube 我是Ryan 下次见